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中國節的編織法 那我們今天會做兩樣 因為它是類似的 所以我們今天會做 蝴蝶跟雙面娃娃 他們的身體是一樣的 只有頭髮跟手的部分做好 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今天先來示範 R5蝴蝶的做法 我們在材料包裡面 裡面會附了三條線 這三條線的長度 已經幫你量好了 這三條線的長度是90公分 大約90公分 那我們拿到這三條線的時候 我們把它對齊 對齊 然後對摺 從中間剪一道 我們選擇兩個顏色 來做身體 你要怎麼配 看你自己的喜歡 那一樣對著 在中間的部分 打一個十字 這個十字 我們大拇指壓住這個中心點的時候 就不要放 然後 底下這條線壓 右邊 右邊壓上面 上面呢 壓左邊 左邊呢 過來這個洞 穿進來 當你手要換姿勢的時候 記住這個中心點 對齊 一定不要讓它跑掉 低層打的時候 比較不好打 你把繩子縮到差不多 快要到底的時候 你大拇指可以放 然後兩邊 左右輕拉 上下拉 這樣子拉 第一層就打好了 背後是這樣子 正面是這樣子 正面是這樣子 然後呢 一樣 壓過來 壓過來 撐過來 撐過來 來 太陽 板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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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动作就是一直重复 那打到多长呢 身体呢 是打到大概4.5公分 如果你想说 我身体不要做那么长 也可以4公分 但是如果你说 我要打到5公分6公分 那可能绳子上 就会不够了 而且比例上也没有那么好看 那密封的身体不要做太长 太长的话 就 比例上 就会怪怪的 那大概是 但是 黄金比例是在4.5公分 或4公分左右 是最好看 打出来的 古典是比较好看 差不多 差不多 这样就差不多 嗯 如果你没有尺的话 那大概是 8层 打8层左右 然后再 打好以后 建议你 在这个地方 放一点交进来 免得绳子 因为这个中和节的绳子很滑 你如果没有把它上一点交 它就会跑掉 那我们先放在旁边 我先来做翅膀 那 翅膀在我们材料包里面 我们会给你 一大 一小 如果说 你觉得说 这个 太大了 你可以自己做修剪 那修剪的话 是 对折 这边再对折 然后 修点 这样子 那你不修也没关系 然后 修点 那你不修也没关系 这样子 打折 打坐折 这边也是一样 打坐折 然后对中 就自中 自中 自中了以后 在还没绑的时候 都可以再做微调 一样 一 gives 我们 用巧克力的 的 小 似 3 3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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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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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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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熄成 我可以用它 我可以用它 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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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拉 拉緊以後 這樣子壓過來 提點膠 把繩子塞進去 這個作用是 讓頭不會晃動 上一點保麗膠 我們用保麗膠或熱熔膠也可以 這個頭髮的部分 其實還是要用保麗膠會比較好做 因為沒有那麼快乾 那熱熔腔的膠呢 比較快乾 所以你動作要快一點 上到這一層的時候 不要忘記 你看哪一面要做正面 這裡有點木紋 那我可能就選擇這裡當正面 那記得把這個 粗鬚放進去 那正面是正面的話 我們把收餡呢 就放在後面 斜剪 稍微燒一下 才不會虛掉 這邊上一點膠 收餡 再放在那邊 如果說你覺得 頭放的很厲害 你不喜歡 這樣頭放的很厲害 你可以在這邊再 再擠一點膠進去 然後再來 做手的部分 對折 這個線 也是對折 這個對折的部分 向這一邊 這邊對折的向這一邊 然後轉 轉七圈 剪掉 放進來 這條線要穿過這個洞 然後放進來 拉這條線 你看這條線就會 往裡面跑 然後我們會把這條線藏在這裡面 繞到這個中間 繞到這個中間來 然後這樣就可以 剪掉 我們要 這邊一樣 現在是在量 這邊的手 不然等一下會 手會長短 不 不 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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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動作 拉 然後 這樣過來 拉 把多餘的線剪掉 這邊還是燒一下把它削掉 這邊一樣 也可以把像這樣子 放一點膠在那邊連起來 手就這樣子 找一條線 穿進來 你可以用繩子打結 也可以像我這樣子 要讓它冷才能放開 這樣就不會有一個結在那邊 那這個部分 穿進來 一樣用剛剛那種方式 用燒的 燒到左右兩條 黏在一起 蒙在一起 等它冷 再放掉 因為你覺得 不是很好看 太長了 可以再修 然後燒好以後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背後呢 蝴蝶結 的翅膀 蝴蝶的翅膀 短的在底下 長的在上面 在四蛋的蝴蝶上 黏上去 然後再黏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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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片 再黏一片 切好了 我们这边可以画牛海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换R11的酸面娃娃 她的做法,身体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不同的地方在于手跟头发的部分 手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头 先穿进来 一样 放一点胶进去固定它 这边 头穿进来 那以后啊 拿着手 那手 看有没有一样长 一样长的话 稍微用打耳机烧一下 烧一下这个地方 用烧一下这个地方 钻进来 钻进来 对着 钻进来 钻进来 对着 这样就可以了 那 脖子的地方 我们关一点 我们关一点胶进去 让它头才不会跑来跑去的 这边 这边手也一样 刮一点胶进去 才不会脱落 因为我们只是把它往回塞而已 但是把它往回塞的时候 很容易都脱落掉 所以我们要上一点胶 好了以后 我们来做头发 头发可以 就随你怎样去设计它 看你要怎么做 那 我今天来教 这种虚虚的做法 我们把 你要做头发的绳子 剪断 然后我们就 找 看哪一边可以拉 拉虚虚的 就 这样子把它推开 哦 这边可以 那就这边 一边可以拉 这边就不行 因为它是 它不是顺方向 它逆方向 所以你就会拉不起来 那每一条都这样找 找 不要拉太多 先不要拉太多 这个 这边不行 找这边看看 先把它 先把它剥开 剥开以后会有一条线出来 这样就对 但是拉不起来就表示错边了 不是顺便 那是这边 那我们 把它捏在这边 因为我们做的是双面娃娃 所以我们就只做侧边 那如果你是想要做单面的话 那你整个头发就这样摆起来 那你整个头发就这样摆起来 好 有点 好的 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拉 注意不要拉到底 因為拉到底的話 這上面就掉了 會虛掉 我建議剛剛我用燒的這個動作是 要讓這裡連起來 假如你不小心 或是我們放在包包的時候 久了它也是會拉到 它會拉到底的時候 才不會整個頭髮就虛掉 所以我會建議你就是 當你拉好了 當你拉好 拉好以後 在這個地方 建議會用打火機在那邊燒 表面燒一下 讓它 如果之後有拉扯到的話 就OK了 然後 然後 劉海的做法 然後 劉海的做法 在這個地方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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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可以用來的 做法 做法 我們在這個地方 是掛一點膠進來 以免這個頭髮 部分 整個都順掉 好了以後呢 我們來削剪頭髮 頭髮就做完成了 這樣 然後把便當放進來 這個便當我就放在脖子部分 脖子的地方 這個是放在頭頂上 要綁蝠蝶結也可以 然後像我這樣燒的 剪燉然後燒起來也可以 現在把細夠套進來以後 放在這邊一樣 讓它兩個 兩條線 融在一起了 然後要等它冷 你再把鉗子放掉 一條線 可以把它頭髮做很長很長 然後編編紙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覺得頭髮這樣太長了 你也可以剪短一點 剪到這樣像學生同妹妹頭一樣也可以 你把它鬆掉會再上臉夾 然後就開始畫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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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示範的 R11雙面娃娃的教學 搞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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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